战争胜利的标准是什么?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条件下,在不同的国家身上,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。在战争进入指挥艺术时代后,虽然答案也不少,但有一条铁律的地位无可动摇,就是消灭敌方有生力量。换个不太客气的说法,就是彻底消耗敌方军队,也就是所谓的歼灭战。 最近一段时间,俄罗斯军队在罗布基涅附近的前线越打越凶,乌军人员和装备损失越来越惨重,基辅政权与北约,以及军队系统正在发生内讧,相互指责对方要为反攻失败负责,俄乌冲突战场正在发生新一轮结构性变化。 赢得一场或真价时的歼灭战难度不低,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有不错的运气,长平之战,坎尼汇战,奥斯特里斯战役等皆是如此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几次歼灭战都是双方正面迎战,失败的一方或轻敌冒进,或丢失制高点,或侧意被包抄,最终被金属歼灭。 不过在俄乌战场上,照目前的形势看,俄军有机会把扎波罗热的复合防线变成屠宰场,打一场防御歼灭战,让乌军明知必败也得冲锋,最终被俄军歼灭殆尽。 如果俄军真创造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奇迹,除了乌军主动进攻的默契配合,就要归功于这条防线的合理,刁钻和坚韧程度。 首先前任总指挥苏罗维京,主持修筑的这条防线,背景是去年秋季俄军因兵力匮乏和冒进失误,不得不在南北两个方向,也就是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战略收缩,只不过组织撤退出了问题,演变成了北约和乌克兰眼里的大溃败,当然这也是事实真相。 但这不是重点,关键是大撤退后,俄军总参谋部成功预判了。 乌克兰和北约下一步的行动,那就是击穿扎波罗热,占领梅利托波尔和比尔江斯克,切断乌东通往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陆地通道。 为什么选择扎波罗热,这里的地形平坦,沼泽,河流等阻碍因素较少,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发起突击,也适合乌军发挥短暂的兵力和装备优势。 甚至也许北约和乌军总参谋部还幻想过,若能斩断这条通道,还能包围部署在波罗热西部和赫尔松的俄军,也打一场震撼世界的歼灭战出来。 当时俄军刚刚开始30万人动员,兵力捉襟箭肘,倘若此时乌军发起进攻,扎波罗热确实有被突破的危险。 为了争取时间建设防线加固防御,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点来转移乌克兰。 北约和全世界的注意力,巴赫木特就很完美地成为这个点。 此地基站让北约和乌克兰不但损耗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装备,还失去了半年最宝贵的反攻时间。 解决完成了建设防线的先决条件,接下来就是防线要按照什么样的思路,或者说要达成什么目的来建设。 这个问题从结果开始反推,以目前公开的俄军防线分布图来看,防御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在扎波罗热,向东一直延伸到顿涅茨克。 但区别在于顿涅茨克基本是单一的防线,而扎波罗热则是多层防线组成的复合防御区,突破的难度可想而知。 并且在这条复合防线上,俄军也按轻重缓击,布置了零次之笔的辅助防线或防御据点,例如具体到托克马克·罗伯纪涅一线。 最前方也就是罗伯纪涅及以北地区,这里按地形分成大小不一的防御带,并未连接到一起,其中有宽度不一的空缺。 但乌军要突破这些空缺地带并不容易,因为俄军的防御带形成了交叉火力。 在罗伯纪涅便是如此,乌军虽然占领了这个村子,但乌军控制区其实是在三面高地包围的洼地,虽然不算多高,但也足够俄军监控乌军动向了。 第二条防线才是由连绵数十数百公里,战壕、火力点、龙牙攻势组成的防线,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防线。 曾有消息说乌军已经到达了第二防线,后来也被证明不过是谣传。 第三防线则是环绕托克马克等核心城镇、中枢支点建立的环形防线,没有确切消息证明这些防线的具体组成,但应该不会离开战壕、雷区、据点、反坦克攻势这些基本元素。 另外乌军进攻为地雷所组,这个消息应该人尽皆知,但事实是这样吗? 传统的雷区是为了组织进攻方的推进速度,或者在己方不变防御的区域制造障碍,总之是一种辅助防御的手段,但俄军并未单纯的把地雷用来防御,而是当成消耗乌军装甲部队的辅助手段。 其实在乌军反攻初期,就有不少乌军部队冲进雷区,结果被俄军炮兵、反坦克导弹、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挨个点名的报道。 这让不少观点认为乌军最大的障碍就是雷区,突破雷区就好了。 其实除了俄军用雷区和火力优势,建立起的快速反应、快速歼灭模式,乌军本身组织进攻的方式就有问题,当然受限于装备条件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所以在进攻失败后,需要一个甩锅的对象,地雷就成了最合适扣帽子的角色。 所以乌军最大的问题不是装备也不是兵力,真正的问题是作战意图被看穿了。 无论是试图切断俄军路上通道,还是试图占领托克马克,俄军总参谋部半年前就知晓了这一切。 所以扎波罗热这条铜墙铁壁,是让俄罗斯宁可付出巴赫木特几万人伤亡, 也要换取时间建成的防线,唯一的思路,唯一的目的,就是一场歼灭战最原始也是最可求的,歼灭乌军全部有生力量。 北约和乌克兰当然也明白,但他们也没得选,尤其是乌克兰。 乌克兰取胜的唯一机会,就是拿下比尔江斯克,借机将战线退到2014年,或最少也是开战前的边界,以此来获得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机会。 所以乌克兰才不惜代价,试图突破这条防线。 即使防线已经成了绞碎乌克兰人血肉的屠宰场,乌军依然前赴后继地冲进去,一切的背后其实最符合美国的利益。 日前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,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发出警告称,留给乌克兰反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米利认为,45天之后,寒冷的天气就会到来,到时会下雨,地会变得非常泥泞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机动会变得困难,之后还会迎来隆冬。 因此今年留给乌军反攻的时间,最多还有45天。 报道称,虽然剩下的反攻时间不多了,但米利拒绝承认乌军反攻失败。 他对乌军击败俄军仍然抱有幻想,那么问题来了,在冬天来临之前,乌军有希望在前线取得大的突破吗? 要想知道正确的答案,不能从乌克兰、美国、俄罗斯媒体报道寻找答案。 因为俄乌冲突包括信息战,双方为了营造利于己方的舆论态势,时常会夸大战果或者避坛不利的情况。 乌军能否在年底前取得较大的战果,主要要看战局发展形势。 今年6月,乌军开始在前线发起大规模反攻,反攻的主要方向是扎波罗热。 在扎波罗热东线,乌军以大莫沃西尔卡为攻击出发地,沿着莫克利亚里河谷实施纵身突击,最终的目标是一直打到马里乌波尔。 在扎波罗热西线,乌军以库班为攻击出发点,沿着谷地行军并切入莫洛奇纳和河谷。 战役目标是先攻占托克马克,再拿下核心要敌梅利托波尔。 距离乌军发起反攻已经过去三个多月的时间,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乌军只收复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,拿下的村庄数量约有12个。 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面积在两万平方公里左右,乌军反攻收复的土地,最多占2.5%。 按照这种趋势,在未来45天的时间里,乌军实现既定目标的可能性非常渺茫。 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零,西方国家总是隔一段时间向乌提供一批军事援助,等乌克兰耗完了再给。 乌军很难积蓄到足够力量一股作气在前线取得突破,只能一点点的啃。 俄罗斯武装力量将扩充到150万人,武器弹药产量翻倍,俄军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。 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将会像梅德维杰夫所说的那样,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之久。